进攻陷入到停滞期 而乌冬守住了这个巴克姆特 但是俄罗斯方面好像改变战略了 要开始朝其他的地方展开空袭 临近大白天 突然一声爆炸 窜出巨型火球 浓烟不断往上冒 公寓阳台烧了起来 火场还听到零星爆炸声 加波罗热周三早上 又遭到俄罗斯飞弹攻击 俄军至少发射六枚飞弹 部分对防空系统拦截 就当人员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话不多说 就开始对着瓦砾堆徒手挖掘 上楼找生还者 但门已经被炸到变形 不幸的是至少一人当场死亡 多位军令受伤 就算空袭已经结束 大楼里的住户还是惊魂未定 天安记者当天晚上回到现场 募集轰炸惨状 而就在飞弹上 当地空袭警报大作 防空系统戒备 但最后只有把其中十六架 成功击落 经过一天搜救 死亡数字至少上升到其人 一下炸民宅又炸宿舍 每次俄军前线打不出突破 似乎就会滥杀无辜平民 不管俄军派多少侦察无人机 使用多少炮弹 巴赫姆特就是攻不下来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星期三更第二度 闪电现身在巴赫姆特前线 除了颁发奖章 泽伦斯基也到医院探望伤兵 更拿起手机自拍 不管走到哪儿 都有人上前要合照 总统斯基选在这个时候 到前线加油打气 似乎也是和几天前 液探马里乌波尔的普钦 互相较劲 DVS新闻中央报道 除了巴赫姆特 泽伦斯基也到了赫尔松来视察 他表示了民间的基础设施 是有受损的 重建的状况 他都有在掌握当中 详情交给记者彭会员 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 这几天是非常频繁的 到乌克兰东部的前线这边走动 他前几天先是到了巴赫姆特 那么接下来 他现在来到最新的地方是赫尔松 在乌克兰的南部这一边 那么在赫尔松呢 泽伦斯基说他看到的是 住宅跟基础设施有受损的状况 但是很努力的在恢复水电的供应 同时这边的医疗院所也正在重建 同时他也在当地听取官员的简报 表示说要先掌握到 目前这里的安全状况 重建区的受损的基础设施 是必须要进行的 另外收复尸土之后 要进行的排雷 跟恢复电网的作业 这些问题都在乌克兰政府的掌握之中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赫尔松这边 其实还有一小个区块 是被俄罗斯给占领的 所以现在泽伦斯基来到这边 当然也是冒着被攻击的风险 可是想要达成的目的 就想要上俄罗斯宣战 同时也想要提振乌克兰军队士气 俄罗斯前总统梅德维杰夫提到了 西方不喜欢俄罗斯和中国如此的紧密 将会威胁到未来几十年的局势 安宁再交给会员 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结束了他在俄罗斯的访问之后 现在已经回到中国了 但是这场习普会引发的效应 还是在国际间备受讨论的 因为这一次中俄事实上 他们有签署联合声明 也有提到俄乌战争的解决方法 两国想要展现的就是友好的关系 凸显出中俄之间的交流 可以无上限的发展 但是这样子的关系 当然是被西方国家认为 是非常需要警戒的 尤其普兰总统 他是以中俄轴心这个来形容 但是现在就引发了俄罗斯的 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维杰夫 他同时也是普清的亲信 相当的不满 他说西方就是不喜欢 俄罗斯和中国独立 因此未来几十年都会不得安宁 他说西方原本他们以为 是可以建立平等的伙伴关系的 但是他们后来才发现说 西方根本就不想要 这样子的平等伙伴关系 他们想要的是主导世界 想要的是中国跟俄罗斯 臣服于西方制定的秩序 这个是他的批评 他说根据西方 他们都是用自身的想象来 管理制定规则 那么当然这可能也会让 中国跟俄罗斯越走越近 形成一个和美国抗衡的局面 习普会落幕之后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是频频到前线去出访 他抨击普新 但非常少提到习近平 这背后相关分析交给会员 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 这几天是非常频繁 到乌东前线走动 那么大家还记得吗 其实稍早敲几天前俄罗斯总统普京 也到了乌克兰的马里乌坡尔 这看起来是俄乌两国的领导人 现在的形象是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 尤其是在泽伦斯基走访之后 俄罗斯又在对乌克兰的领土进行了攻击 是发动了无人机 导致于7人死亡 他也批评说普京是不是对和平 是完全没有兴趣的 那么当然对于习近平反俄还有和普京互称好友 这个乌克兰是选择只字不提 不去评论这件事的 但是照理说 事实上乌克兰应该要对和俄罗斯亲近的国家 是有所谴责 那当然应该要强力的抨击中国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了斯文斯基不仅还有对习近平的当选来发贺电 代表说重视两国的友好关系 另外也没有和美国一起批评中国大陆提出的12点立场 还有另外一个迹象是说在去年的10月 在联合国针对新疆人权议案来投票的时候 乌克兰没有投反对票 他们是投弃全票 那为什么乌克兰对于中国的谴责力道反而缓了一点 是不是想要保留中国牌呢 因为现在他们可能知道 中国大陆才是有只占潜力的国家 尤其是在反攻不如预期 或是之后西方援助减少的情况之下 或许乌克兰能求助的国家就只剩下中国大陆了 也因此现在看到乌克兰对中国还是保留一点暧昧的态度 好那关心完了恶无情事之后 要告诉您有其他的新闻 也会欢迎你下载我们的TVBS新闻APP 可以带你一手掌握 英国透露了可能会援助平化右穿甲弹 而普钦呢 现在呢也刻意把这个平右弹跟核武做出一个连结 并且对外来警告可能引爆核战争 外面中这台就是英国挑战者二号主战坦克 英国日前透露除了军援坦克外 也会一并提供乌克兰平化右穿甲弹 不了消息一出立刻引来俄国痛骂 俄罗斯总统普金强调平右弹用不得 还把这款弹药跟核武器做连结 美国认为俄罗斯反应过度 平右弹指的就是用平化右制成的弹头 由于该成分密度是牵的1.7倍 有绝佳的穿甲能力 不过平化右因为是核燃料制成中的副产物 还是存有争议 但它同时又因为放射性毒性都没有达到标准 国际法上并没有规定禁用 尽管如此 俄国还是认为提供给乌克兰平右弹 只有是想让俄军种族灭绝 平右弹最早曾在波湾战争 还有伊拉克战争上使用 就连叙利亚战争也曾动用过 之后接连有传闻 部分使用过这种炸弹的地区 白血病和畸形婴儿比例增加 只是两者间是否真的有关 又没有明确答案 但这个话题还是让俄罗斯捡到枪 连白俄总统卢卡申科都加入痛骂 但他最后拐了湾又暂时 老大哥普清和习近平 国际原子能总数过去的说法 也认为平右弹尽管不算核武 但还是有一定的化学毒性 联合国实际上也建议最好不用 铁开争议弹药 乌克兰早获得各式的军援 光是美国承诺的援助 已经高达768亿美元 包含人道财务保安等等 当中军事类别就达到466亿美元 占整体援助的六成之多 另外根据美国外交关系协会资料 全球至少有42国军援乌克兰 第一名不用说当然是美国 其次是英国 德国和波兰 加拿大 荷兰 法国军援数量也名列前茅 至于乌克兰最想要的爱国者防空系统 渴望加快到手 美国五角大厦虽然没有透露时辰表 但已经开始训练乌克兰士兵 还说他们学得很快 英国王族威廉也以行动力挺乌克兰 周三他惊喜现身波兰与乌克兰边界的军事基地 亲自向驻守的军队表达感谢 威廉王族也拜访该地的难民营 并和乌克兰儿童一起打乒乓球 亲切交谈 只对于提供贫又淡的争议 英国方面目前暂时没有多做回应 军事新闻综合报道 您现在收看的是TVBS新闻